来拥和宫 不要错过的肥肠 极品啊这个 这纯纯手擀面这个好 这小四方不均匀的手擀面 我刚从拥和宫出来 弄火饭吃吧 这两天真热 有人跟我说这个馆子也不错 一楼人太多了 咱们上二楼吧 这店跟我的身高一个面 紫禁支店 雅座 两个人就简单吃点吧 菜还挺多的 看看 简单吃一口啊 一共是258元 精酱肉丝 垮炖黄鱼 谢谢 酸辣瓜条 烂蒜肥肠 这可是我的心头爱我跟你说 炒干的高配版 红烧肉 我点的是一小份 然后它有五块加俩半 夏天吃点瓜条挺舒服 我的面条们也来了 这炸酱还行啊 看着 不吃芹菜 这纯纯手擀面 这个好 尖椒肉丝 撮面 撮我会做 但我真不会擀面条 这小丝放上不均匀的手擀面 面条先放放 我要吃这个红烧肉 这块快被我加烂了 这是我喜欢的那种 甜口 回咸的红烧肉 入口即化 烂蒜肥肠 我不客气了 这肠 这酸 极品的这个 脉象不错 尝尝味啊 这味对 这味对 颜色刚好 浓稠度也刚好 真的这个菜是我觉得 就北京菜中的极品 蒜香 茬烂 来拥和宫 不要错过的肥肠 就是小心烫啊 大肠块 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的 金江肉丝 因为我喜欢吃甜面酱 你卷这个 干肉不吃也行 直接吃也行 这菜偏甜口 对不对 莫名跟烤鸭有股神似 来吧 然后这面吧 正筋的啊 还得是手擀面 昨天跟菜市场买的 机器的面不一样 这个炸酱的水平嘛 比我炸的还是 稍顺一筹 但是面条真不错 它有嚼劲 那也不是那种特别港硬 会擀面条的人 是宝贝 我们家没人回 还是尖椒搓 就是青椒肉丝 然后加了酱油汤 拌面 好吃 就一个咸咸口 主要还是面条 面条好像沙串都好吃 面条真棒 你尝尝这面条肯定会喜欢 你尝尝都知道了 你尝尝 我爱的酸肥肠 然后尝尝这个 给小周同学点的 垮顿黄鱼 它应该是先煎 还是炸了一下 这个鱼 然后再炖的 都这种酸麻肉 而且没什么特儿 这个鱼它属于 就是 挺烂乎 但是还挺整 很好吃的 软烂带点酥 软烂带点酥 鱼肉 吃吧 你吃两条 挺烂乳丝 调的我还是比较喜欢 它会相对于偏甜一点 应该是 一个再制甜面酱 晾完蛋酸肥肠 这碗一定要就是小心 烫嘴 也有大肉丁 就是没有我炸酱的肉多 待会儿买二斤生半天蛋 回去 然后晚上给阿通炸酱 嗯 嗯 嗯 再来块红烧肉吧 怎么说呢 这个店 就是味道都 很家常的那种好吃 调味比较符合我的口味 因为阿公大街是火 就大家都有 这个需求 所以你们猜猜今天我许了什么意外 北京这个餐饮市场很复杂 怎么说呢 珍惜每个 还在亲自炒菜 亲自擀面的饭馆 哦 这个是真的可以 别的菜我可能 都能做个七七八八的 然后这个菜我绝对不会做 偏要干那条我也不会干 好 吃饱了 那就借着拥和宫这个风水宝地呢 我可以吃饱了 祝镜头前面的大家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都发财 拜拜 下期见 你们吃完从这出来 哎 可以直接来买黑芝麻蛋糕 哦哦 行 今天运鹤鹤宫一趟不白来 吃饱了